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恭请尊敬的卢君宏台长 请台长接受法师敬献的字画 大莫观世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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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悲路上任 为妙心令法 如类正法命 献欠观世音 执行鬼名状 恨行不退行 民阳举怀礼 人全共甘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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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adian 业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刚刚观世音菩萨赐给我们这次法会的诗啊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隆天护法 感恩各位法师的护持 感恩全世界的佛友 这几天我们法喜充满 法界圆满 感恩我们的香港圣约翰的救护队 还有感恩我们的音响师和剧场和一些义工们的付出 所以我们今天呢 在天上呢又多了一千两百朵莲花 观世音菩萨发喜 佛陀更是欢喜 这几天 菩萨欢喜一场 天上天下像过节一样 今天的拜师 又有很多弟子都看见 菩萨降临 观世音菩萨 所以今天他们又写了这么多现场看见的灵验世界 海长说天天跟大家在一起发喜充满 如果我们的人间能够天天用善良的心 慈悲的心来在人间生活 这个世界一定会更加美好 太多的灵验 我只能稍微的介绍 因为很多的弟子 大家都很喜欢听师父的开示 所以只能选几个 弟子是来自新西兰共修主的朱庆文 我非常高兴的在拜师的现场 现场全身像通暖流一样 浑身发热 在接受师父加持的时候 我突然看见观世音菩萨妈妈 和师父非常光亮高大 出现在半空中 菩萨妈妈身穿浅黄色的衣服 像母亲一样 和蔼可亲 现场太殊胜了 我太幸运了 告诉大家 很多人都想到天上去 去看一看 那么这个人呢 他上去了 那么我现在告诉大家 他说我叫刘小华 他说我看见一条宽宽的 石阶路是彩色的 我就往上走 眼睛看见一条河上 整整齐齐有好多圆圈的莲花 浅绿色盘 花是粉红色的很大 我往上走 看见了弥勒菩萨 他大大的肚子在笑 和庙里看到的一模一样 他头上有金光一闪 再往上走 我看见了一个大厅 很高大 里面有菩萨 出了大厅外面 有山有水 我看见观世音菩萨的白裙子 但是我没有看到观世音菩萨的脸 过一会儿 我又往上走 好像是一片树林 很多孩子在玩 又走过来很多高僧大德 他们穿着袈裟 往前走 屋里我看到了 南天门一样的牌坊 在过去看到很多好鸟 叫声很好听 周围绿绿统统 环境优雅 人觉得非常舒服 我又被边上的声音 回到了现实 眼睛睁开 鸟儿的叫声 还在耳边回荡 师父 我是不是在仙境里走了一遭 师父 现在明确地告诉刘小华 你已经在天上走过了 所以没有去过的人 人人都说天上好 我们为什么天天都想上天 其实天界真的很好 很美 希望大家一定要珍惜 我想还有一个事情要一定要跟大家讲 那这个这种都是没这种都是已经很普遍的 他说他拜师的时候 一个一尊有几米高的东方台的观世音菩萨 插着台子莲花从空中飘下 然后就看到天上有一朵粉红色的莲花降落在他的头上 他说发法喜 他说他看到从西方有树光射向法会会场 那树光我看到好多菩萨都到了法会现场 有四尊护法神 菩萨非常高大 威严分别站在法会的上方的四个方向 我又看到了天上的云梯在我面前 我顺着楼梯走 当我走到楼梯的当中 遇到了弥勒菩萨 坐在那里对我哈哈笑说 你来了 所以在一艘很大的法船上 分别有西方三圣 还有佛陀地藏王菩萨 斗战圣佛 还有其他菩萨我不认识 在法船的周围 有龙和缝在盘旋飞舞 场面非常殊胜 我又看到师父跟随观世音菩萨 踩着莲花一起降落在海面上 只看到师父指着海面 我看到海面上出现七个彩色 有精光的大字叫 无欲自然水自清 师父的一个座右名是 无欲自然心如水 但是呢这里写的是 无欲自然水自清 这是师父给大家最新看到的东西 我开心激动难以控制 哭了起来 因为太激动了 心脏猛烈地跳动 把我一下子拉回到现场 太多了 我都不能讲 但是呢 里边我记得有一篇 是讲着 那些懈怠的人 师父把他们莲花摘上去 掉下来的事情 其他的我都来不及讲了 我就把这一段给大家念一下 我叫王嘉宣 来自杭州 刚有幸成为您的弟子 我梦见了师父给我开示 早上五点 我听到父母正在讨论 几点钟叫我起床 突然看见师父出现 对我说 你看你看 还不起床 时间都浪费了 随后师父给我看了两个 像蒙古包一样的建筑 其中一个蒙古包一样的建筑 不停地 有弟子源源不断地出来 只见这些弟子正吃着饼干 有的边走边玩 玩着手机 看着电视 还有闭着眼睛在睡觉 有的边走边说话 还有的成情结队的走路 很着急 像在追求 狂追求某些物质的东西 这时弟子完全不顾一旁 威武 那些弟子不顾一旁 站着威武的天兵天将 和穿红衣服的 垂着双眼怒目 而似的护把绳 一个一个 一群一群的 从这个建筑物 到另外一个建筑物 师父随后跟我解释说 你看他们多可惜 成为弟子后 没有抓紧时间 好好念经 正在走向最差的地方 这些弟子就是在 吃喝玩乐 睡 滩中度过 莲花很快就会哭了 很可惜 菩萨道士也救不了他们 师父只能流泪 原来两个蒙古包的建筑物 代表着两个不同的境界 这些弟子 因为浪费太多的时间 也不精进 只追寻人间的物质 正在从上一个蒙古包的境界 掉到莲花快要枯萎的那一层了 师父看了很揪心啊 护法神们看了都很生气了 弟子正是一万五千五百八十三号 杭州王家玄 师父跟你们讲过 做人学佛要精进 我今天花了这么大的力量 帮你们把莲花栽到天上 但是有很多人不珍惜 他们很快就会枯萎的 所以到了时候 生癌症 再拼命地去求菩萨说 我菩萨你为什么不救我呀 你为什么不救救我呀 那个时候你就想想你 懈怠的时候 希望大家赶紧铭理 好好地学佛 时间不等能了 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 多做功德 好好学佛 才能了脱人间的烦恼 才能超脱六道 进入四圣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